你们好呀 我是贝儿 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 芭蕉草莓图的画法 首先我们先用大号的金豪笔 调淡淡的花青 笔筋去蘸重模 然后画出芭蕉叶 芭蕉叶用笔呢 是用笔的侧峰 笔上的水量稍微多一些 注意芭蕉叶的大小的变化 以及前后的这个遮挡关系 然后准备一支中号的白云笔 先调淡淡的藤黄 再去调大红 笔尖沾浓一点的薯红 依次压笔画出草莓 那在画草莓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前后的遮挡关系 以及这个形态 以及大小都要注意好 然后拿出大号的煎好笔 调淡淡淡 画出盛装草莓的盘子 草莓的盘子呢 你们也可以画出自己 比较喜欢的盘子的形状 然后我们再来修整一下 草莓的这盒颊布 不要让它太尖了 修整得稍微圆润一些 然后准备大号煎好笔 沾浓墨 画出芭蕉叶的叶金 叶金画在两片叶子交接处的位置 然后还准备我们刚刚画草莓的这支笔 笔尖可以稍微去调一点点的薯红加墨 颜色偏浓一些 点出草莓上面的这个草莓籽 草莓籽在点的过程当中呢 不要拍拍作 不要让它舒逼得到 在草莓八分干的情况下去点 这样呢 草莓籽可以适当的 与干化的这个草莓 形成一定的晕染 但是又不至于晕开的太多 然后准备一支小号的煎好饼 调花新加藤黄为绿色 画出草莓的叶子 以及草莓的瓣 这样一幅芭蕉草莓图就完成了 喜欢就关注我 每天教你学会一幅中国画 字幕志愿者 杨莓柚 果仇可 感谢分析 还不错